作词 李宗盛 今天我们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了 国医董延龄中医师到节目中来 跟观众朋友谈一谈 中医对于耳朵疾病的治疗 董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董医师啊 我们耳朵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听到声音 耳朵如果要有生病的话 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常见疾病呢 我们的耳朵的疾病 大体上分两大类 一个就是外伤性的耳朵的疾病 一个就是内因性的耳朵的疾病 那外伤性的疾病 就你比如说打伤了 打到打把耳骨膜打坏了 或者耳分睛打坏了 引起耳聋是吗 比如说外科手术了 有的时候有一些外科手术也会造成耳朵 长期的吃某些药物造成的耳朵 也有也有这种 我还碰到有的 有一个老兵啊 他这个抗战的时候啊 被这个日本人的这个打炮 震龙的 震龙的这一种 也碰到有一位 读小学的时候 那被他的老师啊 打耳光 哎呦 打耳光 打聋了 是 所以 那都属于外因引起的 如果内伤性的 就是 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 中耳炎了 发炎 耳朵发炎了 还有一个中医讲的 有一种叫渗水不足造成的耳朵 他不过这一种都是先耳鸣 再后来慢慢的耳朵 内因外因两个大类 但是有各种不同形式的 你比如说我们也有一种 就是说小的时候这个游泳 不小心这个耳朵 这个水要灌到耳朵里去了 是 那就是引起耳朵发炎 那 这个花笼把那个耳骨膜烂坏了 后来也造成耳朵的 也有 蛮多形式的 对 造成的 蛮多原因造成了 各种不同的 是 但是最后的结果 不是耳鸣就是耳朵 反正就是 嗯 耳鸣就是耳朵里 就是嗡嗡作响 会有很多种声音 很多种声音 很多种声音 是啊 那我常见的有种 就是说 蝉叫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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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声音 是 有一种是飞机的声音 好像开飞机的声音 还有一种是马大的声音 马达的声音 轰轰隆隆的比较大声 对 还有一种下雨的声音 是啊 下雨那个来了 还有刮风的声音 是 还有碰到一种卖 本省人有一种卖面茶的 那个哨子 你知道吧 哦 有 听过 对 那个哨子的声音 也有碰到过 嗯 所以是形形色色的 都有 是 都有 这个耳鸣 所以每一种耳鸣的声音 代表不同的 疾 不同的地方引起的疾病吗 它可能这个与这个神经 听神经的部有点关系 嗯 可是它造成的原因了 嗯 那 大概都是 都是因为 中医讲 上焦 有时候又风热 嗯 也比如感冒了 嗯 感冒了以后 哎 它这耳鸣 引起了耳鸣 是 这一种一种 那还有一种 就是你长期的熬夜 嗯 长期的熬夜 用脑用得很厉害 嗯 这一种中医上 属于渗水不足 嗯 那中医它有一个理论的 它叫肾开窍于耳 哦 肾开窍于耳 是 所以 我们的 你看五官 所以讲的 肝开窍于目 嗯 肺开窍于鼻 脾胃开窍于口 肾开窍于耳 嗯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肾 我们的肝 这是提 我们开窍了以后 发生作用 这是用 这是一个体 一个体用关系 是 嗯 它事实上是先由内脏 就是肾 它的水不足 嗯 不足以含韵 这个上胶的这个 因为要平衡嘛 嗯 你能量和这一个水分 就是和物质要平衡 是 结果这个热量 上胶的这个能量太旺了 嗯 水不平衡了 来影响到耳朵 那中医 这个人 是肾水不平衡 不平衡了 哦 对 是 它才引起了耳鸣 嗯 对 所以说这样子看来的话 在中医看来 耳朵的不论是耳聋啊 耳鸣啊 其实是跟肾有关系 对 另外就是耳鸣啊 那是不是也会引起眩晕呢 这一种啊 是另外一种病 这种一般呢 它就叫梅尼尔士症 梅尼尔士症啊 有三个药件 梅尼尔士是一个法国人 这个人 这个人 他就是研究这种病很有心得 嗯 后来他用他自己的名字呢 就起了这个病名 是 那病的这种就蛮多的 那梅尼尔士症有三个药件 第一个就是眩晕 哦 就是人会眩晕 眩晕 房子 发多的时候啊 好像你这个人的战不闻啊 一说天旋地转啊 嗯 好像强倒 厉害的强倒 屋塌 那房子 倒了那屋就塌了这样的 很严重点 嗯 第二个药件 他就会想吐 吐 第三个药件 就是耳朵会叫 耳鸣 是 所以三个药件 如果是具备了 嗯 你去医院里看或者去检查 大多都是 多大多数都是这个叫做门尼尔士症 是 那这样子是不是 就是如果在中医看来的话 也是跟肾有关呢 这个一部分是与肾有关系 一部分是与小脑有关系 哦 小脑的平衡 与小脑平衡的 有关系的 是 一部分是与肾有关系的 嗯 不尽然 所以说其实是有一些疾病 会导致耳鸣啊 对 在您这么说来的话 对对 有一些疾病会导致 我刚才讲的感冒的时候 有的人就会引起耳鸣啊 是啊 对啊 嗯 那个那个那个 深水不足啊 经常的就是说 熬夜用脑用得很厉害 嗯 这种啊 也是引起耳鸣啊 所以说引起耳聋耳鸣的原因 其实是蛮多的啊 蛮多的啊 一个小小的耳朵 我们这样子看起来 可是它其实很多的疾病 会引起耳鸣耳聋啊 对啊 耳聋的部分啊 嗯 那中医也有分 你比如说 它有老人性的耳聋啊 老年性的耳聋 年纪大了 它慢慢的听声已经退化了 还有一种 现在讲的耳朵中风 耳朵也会中风 就是 就听不到了 忽然听不到了 中风 那这种中医叫什么呢 叫暴龙 暴就是暴 强 强暴那个暴 残暴那个暴 暴龙的意思就是 突然 突然 不知道什么原因 救龙了 救龙了 这种中医的病名叫暴龙 是 暴龙的人呢 常常 我也治过几个 治过几个 这种不多了 什么样的人最多呢 作家 作家 长时间的 夜间 写多 熬夜 是 它灵感一来 比就停不下来了 比停不下来了 整夜不睡觉 那在吃的食物不对了 比如说 吃的上 油炸的东西 燥热的东西 是 那么太过量了 那写东西 写了写了就 就忘掉时间了 结果整夜都不睡觉 连续几个月 我碰到 这种好几位也是这样 突然就暴龙了 突然就听不到了 听不到了 这种叫暴龙 这个中医有得救吗 这个有救 可以有得救 我治过几个 还蛮有效的 所以说中医 其实在治疗耳朵 比如说耳聋 耳鸣方面 是有方法的了 对 当然 古来有很多方法了 我们现在的人 研究的 现在的治疗的方法 也蛮多的 那这样子听起来 如果耳朵有耳鸣 耳聋的话 找中医就有救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中医是怎么治疗的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刚刚董医师为大家介绍了 耳朵的疾病呢 大致分为耳鸣跟耳聋 那么中医是怎么来治疗 耳鸣跟耳聋的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 董医师 那我们中医可以用 两大类的方法了 一个就是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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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就是药物 那针灸呢 我们就是按照顺经取血 刚才讲的不是耳朵的附近的有三胶经 有胆经的学位吗 您刚才有私底下有说 其实就是耳朵是有两条经络通过 一条是三胶经 一条是胆经 所以通过这两条经络 就可以来扎针可以治疗吗 可以 我们常常用的 比如说 就是有的是近端取血 近端取血就是 取着耳朵附近的血位 耳朵附近的血位 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清宫 清晦 耳门 下关 这些血道 还有这有个血道叫交孙 这里还有 耳后边有个血道叫一峰 我们就用近端取血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配远端的取血法 远端的取血法 我们除这个手的 手背的山 交经的中都 我们除去这个血道 是 血道 那加上说 我们认为它 肝胆经的火很大 肝胆经的火很大的话 我们有时候 我也配合上太冲 太冲 也配上 如果肾虚性的 有时候我们也配上 腹流血的 在这个交往的部分 我们也配上 这样子 不是倍分之倍的 如果抽得的 大概我资料的 肌少的例子 治不好的 大多都可以治疗好 就是疾病不要拖太久的 可以治得好 太久了就很困难 就困难了 因为它的神经 比如说 这有的都坏死掉了 已经定型了 你再加上恢复 就很困难 是 那中医呢 也有药物治疗 常用的叫 有个叫耳龙坐瓷丸 有一个叫磁石地黄丸 还有一个叫磁珠丸 那加时说 有感冒引起来的 这种就是风热性的 那我们只要把它的感冒 治好 它的耳鸣自然也就好 是 对 所以方法都 方法有很多种 对呀 刚刚是谈到耳鸣 那耳龙也是一样可以治哦 可以 耳龙就是治疗的方法 有时候是和一样的 去学的一样的 那在我记忆中 刚才提到 有一位抗战的时候 您说他的耳朵 被炮弹的声音震聋了 震聋了 四十年了 我没有想到可以治好 那刚才我还提到有一位 他小时候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被老师打耳光 打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您提到这儿 我就想到 不论是老师还是家长 其实在教育小孩的时候 还是不要动手 不能打 对 因为打到脸上 有些耳朵的部分 对 因为生气下去的时候 那个手的力量 有多大 有时候很难控制 对 因为在圣怒之下 是 难控制 对 所以他 那个小朋友被打聋了 你说他长大三十几岁之后 再来看您 再去看您 您还把它治好了 对 那个还也治好了 也是好了 假如说耳膜破损 还有的救吗 耳膜破损 我没有办法 这个 耳膜破损就没有办法了 我没有办法 对 因为我要碰到这个 我就跟他讲这个 我就没办法 无能为力 是 所以说就是 只要在耳膜是完好的情况之下 如果发生了耳迷 或者耳聋的情况 其实中医是有办法可以治的 可以 很多都可以治 听神经的部分 而且 只要没有切断 外伤性的切断 不要切断 听觉神经就可以了 你用针灸给他 那个神经给他再活泼起来 是 他就可以 绝大部分可以恢复 是 所以这样听起来 其实耳朵的疾病 原来中医也是有这么多的方法 可以治疗 有有有 连耳聋啊 这些 或者是有的人长期耳鸣的 其实他们自己来说是很困扰的 特别是突然像您说的那种暴龙啊 是 耳朵突然听不到了 其实他当下会很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紧张啊 这种啊 那个忽然听不到了 嗯 就是 哎 怎么会说 人家喊到他听不到 是啊 这个病我碰到过两个 嗯 还有就是 我刚才讲的那个感冒啊 上风热上弓 是 感冒风热上弓 忽然听不到的 嗯 这个也碰到 也是可以治疗的 也可以治疗 你只要把感冒给他治好了 嗯 他的耳朵就就就就就好了 是 他那种不是全容 嗯 不是全容 他这个还可以听得到 但是要很大的声音 才听得到 所以其实耳朵 对我们人体来说 是很重要啊 对 他如果说听不到 或者是耳朵里面 成天轰轰叫 都会让我们 非常的不方便 对不对 那我们平常要怎么保养 我们的耳朵呢 嗯 中医一定有一些 很好的方法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刚刚董医师为大家介绍了 中医治疗耳鸣 还有耳聋的一些方法 那么对于我们的双耳 我们平常要怎么样去保健它呢 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 董医师 董医师啊 是 是 我们这个耳朵啊 被您这么一说啊 我觉得其实平常的保健 还蛮重要的 其实我有时候 在上班的时候啊 不论是搭公车 或者是坐捷运 看到现在时下 很多的年轻人 都塞个耳机在耳朵里 而且音乐放很大声 这样子对他们的听力 会有损伤吗 在您看来 对 你这个长时间的 这种耳机 就是塞到耳朵里头啊 短时间应当没有问题 长时间的话 你这个会造成这个 清神经的一个疲劳 会到过度的使用 是 你人体的器官 你哪一种器官 你过度使用 都不对 都不对 所以 尤其你在工作的时候 一面耳机这样听到 这都不对 甚至有的人 我看他骑机车 也一样塞耳机 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危险的 就是啊 你骑着机车 你就在你心无二用 在家的 是啊 对 你还有的人走这路 过马路 你就这样子 万一有车子来怎么样 你就分散你的精神 发生问题 最好不要这样 对 所以平常你会不建议大家 就是塞耳机 对 我最好不要 要听音乐呢 最好就是 把它放出来听 对 不要戴耳机 对 不要戴耳机 尤其你在工作的时候 这样 按照耳朵的保健 是非常的对耳朵不好的 是 听觉有影响的 是 那么平常我们要怎么样 保健我们的耳朵呢 中医有什么方法 中医保健耳朵 中医讲 圣应开窍于耳 是 圣应开窍于耳 中医又讲 圣应足水 足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足控 足宰着水 水是指的身体里的 所有一切的腺体 就是说耳下腺 耳下腺 扁桃腺 所有的内分泌腺 大家的生日腺 更不要说了 它足控这个 如果你身体的腺体 你不够了 你分泌不够了 你久了 你这个地 你这个耳朵附近 刚才讲耳下腺 对不对 你的清神经 没有这个气血的 就过不来 就它的弱样 乳样就不够 是 你不够 那这个地方 这个神经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那当然它的功能就会 减弱 减弱了 对不对 或者它发出一种警信来 你比如说 我们的耳鸣 耳鸣就是耳朵 发出一种的警信 它告诉你 我这个地方 已经受不了了 有问题了 这地方已经营养不良了 水分不足了 请你快快帮忙 不要这样子了 原来耳鼻是已经发出求救 耳朵发出求救的声音 求救的信号 是 所以你就这个时间 那你就在生活上 那你就要多注意了 是 那第一个 比如说 你不要去熬夜了 不要熬夜 为什么不要熬夜 跟耳朵有关 你熬夜的时候 就消耗身体的水分 我刚才讲不是 煮水吗 你水分 你就好像灯一样 你天天担的 你不加油 天天使用 不加油 不加油 你这个神经就受损了 对不对 它这个是一个警号 实际上 是 那常常就碰到 在灵状上 开始就是耳鸣 耳鸣的时候 久了 它就耳 耳了重听 重听久了 就是耳聋了 有一点 就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明 如果你耳鸣的人 如果你熬夜经常熬夜 你耳鸣的声音它更厉害 是 你用脑用的很厉害的 它耳鸣的声音就更厉害 你吃就是煎炒油渣 就是上火的 容易上火的食物 上火的煎炒油渣 这些燥热的 就是它就消耗你身体的水分 是 水分 你再补充不够 是 就会影响耳朵 是 是 是这么样的 那这样反过来说 表示说 我们第一个不要吃 消耗太多水分的食物 那反过来叫 多补充水 多补充水分 多吃 多喝水 对 多喝水 多吃有水分的食物 是 你比如说 现在人就提倡 天天五蔬果 五种蔬菜和水果 那多少呢 它要有个量啊 就是你吃菜 每一种菜 你吃那个 就是吃饭的碗 一碗 一碗大约就是一碗 是 那水果是多少呢 大概和你的个人的拳头 那么大的一份 这样子 大概这样子就适合你 每天的消耗量 是 大概是这样子了 所以耳朵的保健 平常保健就很重要 是 那有没有一些 什么按摩的方法 有 就我个人呢 我是做了 就是按摩的这个动作 现在示范给大家看看 好啊 太好了 对 我这个动作 是这样子做的 这样 把手 食指跟 对 你把你的 食指跟中指 食指和中指 好像一个剪刀一样 剪刀一样 这样 这样再分开 分开就夹着这个耳朵 是 然后上下戳耳朵 这样做 做多少呢 做早晚各做三十六次 三十六次 对 九的倍数 中医是讲三十六次 三十六次是一个 它有道理的 哦 因为这个宇宙 这个圆周率是三倍六嘛 一圈三百六十度 一圈是三百六十度嘛 是 中医是讲究天人合一 或者天人响应 是 响应 那所以它很多动作都三十六 三十六 这样 加上去 那上下算一次吗 上下算一次 对 是 因为这个 两耳朵的 你看这前边 这个都一拍削刀 这有三个嘛 连这里还有 在后边也削刀 它这等于是一个削刀的一个 一个通体上的按摩 中和按摩 中和的按摩 是 所以蛮有用 蛮有用 所以被您这么说 其实耳朵保健也不难 只要我们注意 我们用两个手去按摩耳朵 还有就是平常的不要熬夜 然后也不要 也不要吃一些容易上火的东西 这样子就可以长保我们的耳朵 是常常是耳聪明目的 还有远离噪音也很重要 还有远离噪音 对 也很重要 是 今天非常谢谢董医师到节目中来 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了这么多 中医治疗耳朵疾病的一些 方法跟尝试 那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